核心社区在县府及指南公的赞助下 端午节前夕也任务办理一场庆端午活动 邀请民众齐聚一堂来共同包粽子 并要将这些美味的粽子来进行发送 将过节的喜悦传递给更多人 今天我们和人社区来摆到端午节的肉粽 也摆到差不多80冠的肉粽 今天继续摆到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来做到这个肉粽的分送 让我们这些新住民和一些弱势的居民 让他们来做到端午节的氛围 为了准备这些粽子 民众们也都是连续忙了两天 虽然劳累但也都乐在其中 而且能够一起过节 并将这份喜悦传递出去 也让他们感到既开心又有意义 昨天早上一大早就来包了 到下午四点大家才收拾完毕 包了一千多颗 觉得很热闹 就是觉得比较有那种过节的感觉 我包一包 这包还要有还要好 家庭啊 大家很协力 很好的 算了 这百仗 哪像在外面 很好的 看到活动现场热闹的景象 先远有号也肯定核心社区的用心 能规划活动 让民众一同来庆端午 并祝福每位民众加节愉快 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竹山非常热闹 就是我们竹山3day了 核心社区这边在把肉掌 那这边的社区理事长江松志 过去来非常积极的在社区这边 做很多的一个长辈的照顾 包括长照C级站 包括许多环境设备的争取 那其实都有看到江理事长对这边的付出 那今天来讲的话 端午节许多地方的长辈 还邀请大家一起来这边包肉粽 让大家感受到端午节的加节气氛 还非常热闹 这场核心社区的包肉粽 办的热热闹闹非常的成功 那也在这个时间 祝福大家端午加节愉快 大家都合家平安幸福如意 议长和宋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凝聚地方向心力的同时 还能将过节热闹氛围传递出去 让每位民众都能够留下美好的端午节回忆 记者鲁宇凯珠山采访报答 把极当忧定质挤到达中 不用 Mercury 评划